你知道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 因为当时我有个同学 他当时在那个光线配音 每个月能有四千块钱 我们每次去吃那个羊快餐 我们只点一对鸡翅 他点两对鸡翅 所以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我毕业以后 我要大大方方的走进这家店里 我要点两对鸡翅 我觉得我毕业工作以后 我的梦想就是我能吃 特别豪气的点两对鸡翅 当你真的能买得起的时候 你反而失去了那个冲动了 好